當然,我把它Back,Ctrl-Z一下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我教各位第二個方法 如果你覺得在輸入,有時候會出問題的話,第二種方法 偏移 那你要算的有小數點的話 就是你可以用什麼呢 其實我有時候會用這個方法 在上方會有什麼 計算機 計算機就可以有小數點 計算機部分的話,你可以直接 直接 在這邊打一個 9 這個可以展開,因為你會發現這邊有個箭頭 像剛剛有同學問問題,出圖的時候,其實它會躲機關 各位以後,反正你看到這個很小的一個視窗,其實它會躲東西 在這裡 那任何CAD裡面都有可能會有躲機關 很多同學不知道這個又有機關 所以都找不到功能,就做不出要的效果 這邊點下去,你會發現 在這裡 所以有些同學 奇怪,為什麼小鍵盤這麼難用 這個上面這樣我怎麼點 打開來之後的話,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點 93 93.8 93.8 然後除以 除 就畫在這裡 除以3 再背 一下 可以再一次 93.8 除以 3 對不對 然後 這邊都按等號 那等號會有個結果對不對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地方按一個 套用 套用意思是說你算完的結果 然後再把它套用在這個數字上面 你再按Enter 就直接怎麼樣呢 可以直接偏移 就不會有問題 那這個 小 計算機 比較適合就是說如果你有很多運算 你可能不只一個 你不是說 938 8除以30就解決 你還要 乘什麼除什麼的時候 小鍵盤先叫出來 算完之後直接套用就好了 這個是一個便利的地方 所以兩個方法 如果有小數點 請你乘上 看是幾位數 把它 變成整數 第二個方法就是用什麼 用這個 有一個 小算盤 小算盤有機關 在這裡 這個常常銅油都找不到機關 這也可以的有時候 有時候這個 會 會讓人家完全不知道摸不著頭緒 OK 再來的話呢 另外有一個也是一樣 那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 一樣這個地方偏移多少 這個地方我們在偏移 偏移部分的話呢 距離 就是多少 12 7 123 8除以多少 9等份嘛 所以除以90 除以90 我們先把它乘以 把它變整數的 然後直接怎麼樣 把它偏移過來 偏移過來 那就是直接 把它佈滿 那布滿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它的 這個 其實這邊的話 可以用矩形正列 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我們先做出來 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修剪 空白鍵 那如果說你要 不只一條線 建議怎麼樣 用虛線的方式 碰到 全部就解決了 這樣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這部分呢 先畫出來 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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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